厕置里头装满一箱箱芒果 里面每一颗都是缩大肥美 散发甜甜香气 这些全都是当季新鲜屏东仿山芒果 全都要送到信义区公所 凤凰师子会师姐们来到信义区公所 捐出27箱新鲜芒果 还有一批酒精及口罩 因为疫情爆发以来 区公所全力防堵疫情 最近更是协助里面施打疫苗 基隆这一连续几日已经加龄了 那我们希望用购买芒果来 买芒果 田果农的活动 持续让我们继续加龄 疫情当中大家那么辛苦 那么的辛苦 又一直在服务大家 然后他们也是最 也最需要保护的一群 所以我们就捐献一些 口罩还有酒精 还有我们说的一定要停果农 因为这些果农真的很辛苦 响应基隆市长刘昌力挺果农 凤凰师子会向基隆苏果商 订了27箱的芒果 不但力挺果农 也帮助在地的水果商 买芒果 挺果农 市长说要挺果农 我们凤凰会就买板山的芒果 挺果农 特地挺果农的行动 买芒果自证给他们 不是要让他们更忙 而是要让他们忙里抽空 来享受这个甜美的芒果 然后另外我们还自证了口罩 因为他们这样子每天 这样服务长者跑上跑下 口罩有时候都不知道 湿了几个 所以说我们特地捐赠了酒精口罩 也希望他们在服务别人之前 能够照顾好自己 基隆高龄者疫苗陆续开打 新医区公所总动员协助里民 整体的施打率大大提升 那陆陆续续到昨天为止 我们也施打了72岁到74岁的长者 那确实我们的这个施打率 陆续都有在提升 截至到昨天为止我们的施打率 新医区都可以达到76点多% 那代表民众对这个我们的疫苗 非常有信心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 70岁到71岁 以及68岁到69岁的长者 那陆陆续续一直往下打 那这边要呼吁我们的长者 务必要来施打我们的疫苗 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 凤凰是只会持续做爱心 用行动力挺新医区公所 感谢基层同仁守护防疫罪前线 替他们加油打气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